林家栋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林雪很怕林家栋去拍强奸犯 因为他拍戏已经入魔了 在拍电影放逐时 有长枪战戏 林家栋好像真想把林雪杀掉时 对准他的眉心连续打了三枪 直到把些眉心打到焦黑 林雪看入戏太深的林家栋杀意这么浓 毫无意识地对准他连续开枪 直到把子弹打完 第二 林家栋是刘德华在圈内唯一承认的兄弟 却被刘德华雪藏了三年 当年 林家栋离开老东家TVB闯当电影圈 在万子良的介绍下 成为了刘德华旗下的艺人 刚开始林家栋电视剧画的表演痕迹很重 找他的人很少 刘德华让他停工三年磨练演技 并承诺在此期间辛酬找放 第三 林家栋被观众们称为东莞仔 施其在电影《黑社会》中 饰演的配角名字 在剧中 他在过马路时 凭借一个非常丝滑的跨栏动作 不仅造就了一个经典场面 林家栋这个名字 也被内地人熟知 成为了数以观众心里的跨栏一哥 第四 林家栋曾是粤语歌祖师爷罗文的徒弟 当初 靠模仿各路明星出劝的林家栋 有TVB第二代半叶天王的称号 唱片公司看他模仿能力超群 由于要牵他 林家栋便败在了罗文门下学习唱歌 后应林家栋在节目上模仿罗文 背景怒批 不遵是重道筹划本人 而断绝师徒关系 第五 刘德华女儿百日宴执请了五位明星 其中就有他曾经的员工林家栋 两人有着23年的兄弟情 两人好到什么程度 唯一见过林家栋圈外你有的人就是刘德华 第六 刘德华花了十年 把林家栋捧成为男一号 花了17年时间将他捧为影帝 而刘德华之所以这么帮他 是因为在他的公司出现经营问题时 只有林家栋没有像别的艺人一样 迅速抽身 而是作为他公司的唯一艺人 陪刘德华走出困境 第七 立志成为演员的林家栋 因为个头矮小 样貌普通 考了两次才被TVB训练班录取 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训练班老师给他泼了盆冷水 你外行不行 只能努力才能出头 没想到一语成阵 第八 林家栋出生在富商家庭 但因为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花心 便带着林家栋住进贫民窟 因为突然的变过 让小小年纪的林家栋变得沉默寡言 我在家里看电视成为他最大的爱好 第九 林家栋从无限毕业变失业 他辗转在各个片场 做了七年背景版 为了维持生计 他当过房产中介 最后是在电视剧娱乐插班生中 模仿张修打开了他的爆火之路 巅峰是一年能拍100集电视剧 第十 林家栋在无限道中 饰演的市民卧底 相信很多人不看到最后 绝对想不到 就连林家栋本人都不知道 自己其实是个卧底 这是在信用杀青石 导演才通知他的